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CBA 聊一聊刚刚过去的山东和吉林的这场CBA常规赛 应该说这场比赛在开始之前的话 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看好山东男的 一方面山东男的这两个赛季面对吉林队 打的都是相当不错 基本上都是取得全胜的战绩 因为吉林队这边的主要攻击点就是两个外线 二江江伟泽和江兴宇 而山东队自从已经刚实验之后 整个外线的攻守能力是提高了一倍啊 在外线能够跟对手攻守方面都能够压制对手的同时 在内线还拥有陶汉林这个强点 使得山东打吉林是打的相当的得心应手 另外一方面吉林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本赛季初期所展现出来的状态相当之差 在打山东队之前仅仅赢了两场球 而山东在面对吉林之前已经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 目前看起来徐昌索正在将自己的战术观念融入到直球队当中 双方的配合也会越来越好 但是这场比赛却出现了一个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 那么整场比赛吉林队都是死死的压制住山东队 分叉甚至始终压制在10分左右啊 那么最后的话呢 山东也是惨败吉林 算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 那么纵观这场比赛的诉求 我觉得有三人需要为此负上非常大的责任 首先第一个就是贾成 那我们知道陶汉林在前面三场比赛 两场比赛打了46分钟 一场比赛打了42分钟 出场时间是非常的长 体力消耗非常大 这场比赛很明显 你不能再让他这么拼了 毕竟他是一个年龄已经超过30岁的老将 所以说这场比赛在内线的进攻方面 贾成是需要承担更多的 但是很显然贾成依然打起来不是那么的积极 我们说过了 整个吉林队在内线 其实防守能力是非常一般的 贾成尽管身高上没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他的吨位还是可以的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他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疲软 篮板球更是糟糕 后场篮板只有一个 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那三个前场篮板球 但是由于本场比赛山东南南的外线命中率过低 也使得这个前场篮板球价值显得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贾成这场比赛的糟糕发挥 使得山东南南在内线过往的优势已经是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丁燕宇豪 那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感觉到一些疑问 因为如果你单看数据丁燕宇豪 本场比赛还是相当不错的 21分9篮板加5助攻 连过往不能够控制的失误都控制的不错 本场比赛只有三个 可以说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21分虽然是全队最高分 你要看他是用多少次出手换来的 尤其是外线出手8次狂标8个3分 仅仅命中一球 本场比赛山东南南 整个外线完全是败给了金灵队 那今日的外线命中率高达55.8% 外线15次出手 命中8球 仅投丢7球 而丁燕宇豪这边一个人就投丢了7个 他消耗的这种外线出手次数 浪费的次数 甚至顶上了吉林权队 那么整个山东南南 也在丁燕宇豪这种糟糕手感的代理下 仅仅投出了22%的3分球命中率 这就使得山东南南 在篮板球多5个的情况下 依然是大比分的输给了这个吉林队 所以说丁燕宇豪的糟糕发挥 绝对是他的这个华丽的数据所不能掩盖的 另外的话 我们一直所说的丁燕宇豪在这个赛季回来之后 他只要是上场 那绝对是一把双人剑 因为他的防守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因此丁燕宇豪本赛季数据还是不错 但是正负值相当差 远没有山东队目前的三大核心 陶汉林高师爷和陈培东来的要高 那第三大罪人也是我认为要被本场比赛负上最大责任的 就是这个主教练徐昌所 那徐昌所尽管从这个以前 根据他的队员的采访来看 徐昌所是一个非常注重防守的教练 但是很显然 他那套防守在CBA是行不通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 徐昌所所带的山东队 依然是整个CBA防守效率最低的两支球队之一 唯一比他们低的就是宁波复防这支新居 而本场比赛再次让对手投出了55%的三分球命中率 这样的一个防守和他的战术布置是不无关系的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于高石岩的使用 我们知道上个赛季 山东南南之所以能够打进前四 高石岩绝对是鞠躬之危 他的作用是内援 内援当中最大的 那么本赛季在丁燕宇航回来之后 高石岩基本上就沦为一个外线投手 外加纯粹的组织者 基本上没有机会拿球突破 那本场比赛丁燕宇航获得了大量的持球机会 当然也造成一定的杀伤 获得了十次罚球的机会 但是相对应的就是高石岩 高石岩本场比赛仅仅拿到两个罚球的机会 那上个赛季他场均是有四次罚球的机会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 拿球突破这个工作 基本上完全都是已经交给了丁燕宇航 但是丁燕宇航的失误率又偏高 这就使得山东南南 为了能够让丁燕宇航堆出好的数据 消耗非常大 所以说虚昌索这招无疑是彻底的废掉了高石岩